另一方面,Palato今年的市议员改选选情 则是有11名候选人角逐四个席位 竞争十分激烈 而今年也出现了近年第一位华裔参选人 目前担任公共政策顾问的叶雅威 叶雅威也表示 身为年轻的一代 他也希望为社区搭起跨带的连接沟通 此外,Palato今年有两项提案将进行表决 分别是增加旅馆税和改善紧急储水设备的提案